春云大幕即将开启如何保障旅客的出行安全 25号夜间到26号凌晨 郑州东站与蓝天救援队合作 对站内开展大规模消杀 此次消杀结合站内运行 实际白天对座椅和卫生间等旅客高频使用区域消杀 晚上则结合深度保洁 对站区内直梯扶梯检票闸机等进行全方位集中消毒 今天我们直接使用的是二氧化粒消毒剂 这种消毒剂对人体无毒无害 在白天人员密集的情况下 也可以进行正常消杀作业 增加客流密集场所消毒品次的同时 郑州东站还从细节入手 通过增设口罩派发机 在卫生间添置消毒洗手液等等 进一步保障旅客出行安全 春云大幕开启在即 今天起郑州地铁郑州东站开启高铁换乘地铁单向免安检模式 这意味着所有乘坐高铁到达郑州东站的乘客 从高铁站到达层大厅的地铁郑州东站 递口递口进入地铁站时 可免除二次安检 真正实现高铁地铁无缝换乘 置凝换乘